《死刑犯該保障人權嗎?死刑是不是正義?》 這題在台灣沒有100分的正確答案 目前台灣有37名死囚 主張死刑侵害了生命權 申請憲法審查 過去大法官曾三度宣告死刑合乎憲法 但當今的大法官成員 卻有多位表態反對死刑 就在其中的七位即將卸任的時候 辯論死刑的議題 在這個時候多了不少想像的空間 今年3月 凱凱虐兒案引發了輿論撻伐保姆 網友怒火燎原推動了 虐童致死唯一死刑的連署 短短一天就達標 在台灣這樣的社會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過去更不乏許多害人聽聞的行凶案件 從兒童、婦女甚至警察都成為了受害者 死刑的存費是這20年來 台灣無法達成共識的議題 特別是被害者的家屬聲淚俱下 喊話殺人就該償命 也一次次讓台灣社會面臨考驗 在刑場的異鄉把加害者和社會永久隔絕 是不是正義?死刑又沒有違憲?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今天就用幾分鐘的時間跟大家聊聊 台灣執行死刑的現況和民意 支持死刑還有廢死的論點 以及國內的三黨怎麼說? 國外又是怎麼做呢? 我是許甫,歡迎收看本週的觀點相對論 台灣近期最後一次執行死刑 是蔡政府任內2020年4月1號 槍決了縱火燒死6名親友的死刑翁仁賢 接下來的4年沒有繼續在執行槍決 目前在台灣還有37名的死刑 其中被關押最久的長達了24年 目前這37名死球都申請了釋憲 法務部說等到憲法結果 以及法律程序完備就會依法執行 憲法法庭在4月23日進行了辯論 線上直播湧盡了超過3500人觀看 也引發了BBC的關注 認為說今年7月底就會做出宣示 成為了台灣司法制度重要變遷的一頁 不過法務部搶在憲法法庭開始討論前 發了新聞稿說 在台灣社會還沒有強烈的共識下 大法官如果宣告死刑違憲 就可能引發了激烈的社會對立及衝突 呼籲憲法法庭應該將後果評估納入考量 看完了官方的說法 那民意怎麼說呢? 根據2024年 ET TODAY的民調 73.5%的受訪者不支持廢死 21.8%的受訪者支持 而2022年起司民調 有86.9%的人不贊成廢除死刑 12.4%贊同廢除死刑 仍然是支持死刑的比例居高不下 法務部也公布了2020年的民調 76.7%的民眾反對被死 21.2%贊同被死 還加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如果把死刑改為 終身監禁 不得假釋 則有42.1%認同 56.5%反對 和單純支持死刑或是被死的數據 都有一段差距 台灣社會長久以來支持死刑的民意 都有超過7成以上 支持死刑的 一方認為說 如果不能把惡性重大 泯滅人性的罪犯判處即行 跟社會永久隔絕 那這些人就會有 小性的心態繼續犯案 另外也說 國家必須要保障受害者的權利 所以當人民的權利被不法侵害時 政府要有合法的手段來處理 另外還有論點說 誤判的可能性很低 要死刑定業 通常要經過多次的審判 而且被告要真的罪行重大 才會被判處死刑 最後也認為說 台灣目前並沒有廢死的社會環境 支持死刑的立場認為 廢死必須要建立在 良好的社會環境上 例如說 挪威社會公平 福利良好 政府連能有效 但是台灣有嗎 而支持廢死的觀點 則是認為說 國家侵害了人民的生命權 政府立法禁止殺人 可是卻又以法律殺人 另外也說 死刑不可逆轉 社會無法再承擔一次 軍人將國慶的冤獄案 還有 執行死刑無法證明 嚇阻犯罪的效果 最後 廢死是人權的表現 而死刑只是為了滿足社會大眾 為了報應 為了復仇的情緒 儘管 觀點跟模式不同 但其實雙方共同的目標 都是在追求保障社會安全 先簡單回顧一下 藍綠執政下的死刑執行狀態 2000年時 台灣首次政黨輪替 陳水扁上任之後 他提倡廢死 到陳水扁執政的後期 2006年到2009年總共4年的時間 台灣停止了死刑執行 2008年換成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上台 擔任總統8年期間 一開始的法務部長王清風 公開反對執行死刑 引發了馬政府任內的政治風暴 還有巨大的輿論壓力 最後王清風辭去了部長 接任的曾永夫 還有羅因一雪兩位部長 則是在數年之間 下令執行了33期的死刑案件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2009年在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兩公約 雖然兩公約並沒有明定說 要立即廢除死刑 不過他是要要求 締約國要往廢死的方向前進 不過馬英九順應了社會輿論 繼續執行死刑 這引發了廢死聯盟的不滿 他們指責馬英九是為了選票執行死刑 現任總統蔡英文 從2016年起執政之後 台灣至今只執行了兩次的死刑 蔡政府執政八年以來 台灣最高法院也多年沒有死刑定驗的判決 民進黨從陳水扁時期 到準總統賴清德 廢死的立場鮮明 這和支持死刑的國民黨 多次在立法院過招 部長你在這裡啊 是 部長你搞一個行政命令 讓他可以去大法官會議再來釋憲 是不是搞第四審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行政命令是94年就已經訂定了 你現在用這一條 基本上你就不用執行死刑了嘛 但同樣是民進黨的王世堅 則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我們任何有權管這件事情的人 不要再抗被害人之鎧了 應該還被害人一個公道 我認為這是社會應該給他們的公道 這也是絕大多數民眾的心聲 和兩黨絕對的支持 還有絕對的反對不同 台灣民眾黨認為應該依法行事 如果我來執政 我們現在只有兩個選擇 要嘛就執行死刑 要嘛就修改規定說 眾生監禁 既然還有死刑這條刑法 那政府就不應該帶頭違法不執行 但如果要廢除死刑 也應該要有相對應的方式 讓加害者無法再對社會造成二次傷害 死刑要不要執行 要不要廢死 槍決是社會正義還是政府暴力 這些在台灣社會中目前沒有交集 這次的死刑辯論無論結果如何 是不是由大法官說了算 也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但國外怎麼做 或許可以讓不同立場的人互相思考 在韓國 憲法法院2010年維持了死刑核限性的判決 理由是韓國憲法法院認為 刑罰帶來的不利超過了犯罪獲得的利益 而生命對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事物 比起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 死刑是讓犯罪人付出最極端的代價 在一般認為死刑是報復的心態之下 韓國憲法法院也做出了解釋 如果是惡性極為重大的犯罪 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 是無法達到罪與罰的平衡 被害人在受到傷害的程度 與犯罪者的責任程度無法達到均衡 接著我們再把目光轉到了德國 這是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 1949年 德國就在一般法規以及軍事法規中 廢除了死刑 德國認為 處決了一個謀殺犯 並非是為了保護另一個人的性命所必須的 所以如果要判決死刑 以使得死人陷入了動物本能畏懼死亡的困境 也侵害了加害者應有的人性尊嚴 沒了死刑 德國的替代方案包括了無期徒刑 還有保安監禁 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人 如果法院認定犯罪人不具有 特殊重大的罪責 無期徒刑實行滿15年 還可以考量公眾安全利益之後 給予假釋 德國的保安監禁 則是一個矯正和安全措施 包含了精神病院 以及戒治所的收容 禁止從事特定行業等等 而且經濟時期可以不斷延長 德國認為這樣可以更有效的保障社會安全 台灣在國際上還是相當特殊的存在 無論是支持死刑或是廢死 最重要的還是政府的效能 還有社會的安全 政府必須先有效能才能保障社會安全 才有辦法進一步從根本降低犯罪的動機 死刑跟廢死更不應該淪為選票的考量 或是淪為互噴口水的議題 死刑該不該廢 是不是大法官說了算 用無法假釋的無期徒刑 取代死刑可行嗎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討論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哇咕哇咕大家好 我是吳怡萱 不想成為什麼特別的人 但是想成為你最關注的人 麻煩大家幫我們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不要錯過民眾之聲喔 哈哈哈